锦衣画外音94,你确实招人心疼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01,你确实招人心疼 第51集路易心疼惊吓 找到了机关,随着水流变缓,路易终于看清了假山中的人影,他大吃一惊 路易惊恐地往前冲,他的惊吓被钉在刑具上浑身是血 他已经顾不得绕到山井后面进入,直接用轻弓跳到了惊吓的位置 靠近了些,他的心就更痛了些 那些空管的倒穴长钉里还躺着穴,每一滴都落在了他的心上 路易咬紧牙关,忍着嘞,这不是悲伤的时候,他必须尽快将惊吓放下来 他迅速解着机关上的绑带,这时,杨捕头和谢霄从山井后面绕了过来 路易顾不得试水,盲说 快解绑上,长钉不能碰,某人拔除会大出血 绑带终于解除完毕,路易将惊吓抱起,小心避开长钉的位置 林大夫让他赶快将惊吓带去离得最近的厢房 他目前的状况,只能就地一致,越快越好 陈福听言,快速跑到了路易前面,找到了有床的房间,迅速看门开窗,抖进床上的灰 此刻不仅仅是路易,连他都快忍不住落泪 前段时间还看着原不快活蹦乱跳的样子 而现在,呆死的颜世凡,以后定要和大人一起好好收拾他 路易跟着陈福的布子进了房,将惊吓放在床上 还好林姨来拾带了药箱 他忙坐下看惊吓的伤情,并嘱咐别的人去准备水和其他用品 路易痛苦地棱在原地紧紧盯着惊吓 陈福健壮,深深叹了一口气,出门让别的锦衣卫兄弟先走 随即又回到房间,大人为了找惊吓一天一夜都没合眼了 陈福不太放心 这一切,路易都毫不知晓,周深的一切他都已经忘却了 此刻他的眼里只有惊吓 他看着林大夫抽出长针,惊吓吃痛得一抖 他似乎也感受到了那种痛,面部表情抽搐起来 这么变态的酷刑,他该多绝望多痛 路易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被人使劲挤压,闷痛得无法呼吸 上一次,在风里奥经历惊吓冰死的时候,他也痛苦得难以形容 而这一次,心痛的感觉更甚 那喷射出来的鲜血和衣服上的斑斑血迹,每一天都在诛心 过往受过的伤中过得见,没有哪一种疼痛强过此刻 他只恨不能代替惊吓受罪 就算在他身上戳十倍的长针只要能让惊吓免于痛苦,他都愿意 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能看着那张苍白的小脸,看着他因疼痛皱眉 他感觉自己的肉身此刻正在绞行架上灼烤 灵魂似乎已经盯在了刚刚的爱别里里 谢霄在一旁问情况如何 林大夫说血止住了,得用要先养好气血才行 所以,现在静下没有生命危险了对不对 路易终于,稍微松了口气 但林大夫还说,不知道静下何时能醒过来 得观察两天,路易刚刚送了的气又悬了起来 这时,杨布头说房间内不要带那么多人,留下一两人照顾就行 路易没有说话,看不到今夏醒来,他是万万不会走的 上官西开口让路易先去休息 路易这才张了嘴,但仍然没有一开看今夏的眼睛 他怎么可能走,他的全世界在这里 他还在床上和死亡做着斗争,他必须陪着他 谢霄补月,纳腾起来,但路易没有任何力气跟他辩驳 今天哪怕杀了他,他也不会跨出这个房间一步 别人的意见,他并不在意 还好林一说话赶走了旁人 房间里的人一个个离场,他没有抬眼 余光晃到层幅最后一个动身离开之后 路易终于缓缓朝惊吓走去 他坐在床边,仔仔细细看着这张已经好些天 没看到的脸 路易看得入迷,他恍恍惚惚想起曾经和今夏共同在雨中撑伞 那时的自己多么傲娇,明明是看着他浑身湿透的样子 心生不忍,却借口说是怕猫淋雨 当时的今夏还是那么火蹦乱跳 挖着脑袋发问,小模样可爱至极 那时的路易没有回答 而此刻,他在心中默默把答案说给今夏听 真的,太疼了 02,守候他的第一天 脑补陆大人的陪床过程和一些别的事情 陈福出门后,本想留在这里守着大人 但想着还需回去给指挥使报备 便先行离开 见到指挥使,他一时一脸着急 那姑娘找到了美 找到了,陈福答 有生命危险吗 林大夫医术高明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原不快还未清醒 陆大人守着没走 一而他 唉 指挥使大人 我现在回去继续看着陆大人吧 不用了 他心里有念想不会有事 那姑娘醒了他自会回来 这两日他手里没完成的事 你就多看着一点 是,陈福退下了 指挥使说的没错 自己跟去也于事无补 就让大人好好陪在原补快身边 自己帮他解决一些后顾之忧 而在夏府的旧房子里 陆大人仍在目不转睛地看着金夏 这是救回他的第一个晚上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晚上 林一进屋来给金夏换纱布 看到先前上官锡端来的饭菜 陆一口味冻 对陆一说道 你还是吃点吧 不知道金夏什么时候醒 你别不等到他醒就自己熬倒了 林大夫 我吃不下 我不会倒的 我必须看着他醒过来 你这孩子 唉 你说你明明那么在意他 之前又为何和他分开 陆一沉默没有回答 眼眶又湿了 林一不忍再问 悠悠说道 我是他亲姨 我就希望他好好的 如果你想明白了 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吧 没有你的保护 让他独自面对严是烦 真的太危险了 我知道你们的事不该我来说 只是 看到你们这样真的鱼心不忍 陆一摇紧后曹牙 还是没有开口 眼前的林一对往事毫不知情 还盼着他能和惊吓和好 可若等他知道了真相 他还会这么想吗 或许他甚至会恨不得将自己杀之而后快 陆一狠狠忍住 对林一说 林大夫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 现在的我 只怕着他醒 什么都想不了 你待会能帮忙把这番材端走吗 我本来可以自己端 但是 但是你一步都不想离开是吧 唉 好吧 你们自己相处好好考虑 不吃饭可以 但是茶水我得留下 你多喝些 脱水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的 林大夫 后面也请不用送了 看不到他醒过来 我真的没办法 唉 好吧 林一悠悠叹了口气 退出了房间 又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陆一想 林大夫刚刚给惊吓换了纱布 新的纱布上没有血字 陆一恐慌的感觉弱了一些 在林大夫的针灸条理下 惊吓似面色也红润了一点 陆一睁看着 林大夫又进来了 还端着一碗药 他对陆一说道 白日里的针灸是为了止血 刚刚的是为了稳住气脉 但是光靠外力调息是没有用的 还必须内服药物 这碗药 温度我已经放合适了 一炷箱内给他送服 说完 他放下药就准备走 陆一忙问 他还未清醒 这药 林一婉儿一笑 风里傲里他怎么给昏迷的你胃药的 你照着学便是 陆一猛然想起那晚惊吓醉酒在屋顶上告诉他的事 神色立刻害羞了起来 林一健壮 知晓陆一懂了 便偷偷笑着离开 拉上了门 陆一端着药汁 一时有些无措 用惊吓的方式吗 若是之前 他定不会有半点犹豫 可是现在的身份 如果他突然醒了 会不会说他轻薄自己 他脑子很乱 但一炷箱的时间很短 陆一克制着自己不要乱想 用嘴含买药汁 轻轻贴上了惊吓的唇 那一瞬间 那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刺激的感觉 又冲赢了他的大脑 他撬开他的唇 让药汁流进去 直到空了仍不仍抬头 不行 冷静 他起身继续喂着药 那时给自己喂药的惊吓 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药汁温热 唇半柔软 扰得他心乱如麻 明明是在做一件正经事 可整个人都像药烧起来了一样 终于 药汁未完了 那骨子冲动的烈焰 终于在看到惊吓裹着纱布的样子时 冷却了下来 心疼的感觉又涌上了心间 陆一埋下身子 又在他额上印上一个吻 行行吧 现在的我愿意信鬼神 这一次求求你们再次显灵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